主角的就是兩 嗯? 這兩 唯一的妹子來了 所以大家第一個重點就是看什麼 Q的 真的是Q的 有Q 有Q 晚應適中 比喻展開的話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手型 你看像素挪就是這樣 劉威其的 喔喔喔喔 看錯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老師 我是毛毛 哇 你這樣 好久不見 一路這樣忙忙忙 現在才有空 我們來一起來做一個開箱 沒錯 終於從玩具展回來了 這次玩具展好玩嗎 每次玩具展都好好玩 然後聽說這次 一樣也是會有一些這種 有排隊的糾紛 啊 這是每次的 有點像是傳統 對 常態 其中的一節 畢竟大家喜歡的東西 有時候會是一樣嘛 就會有一些競爭關係 總之大家還是要做 理性購買 理性購買 然後理性排隊 大家來個理性一點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做一個 玩具開箱 玩具開箱 特別請到毛爾來 就是借助你的專業 我們今天要來開 就是 沒錯 我們這次再次又收到 阿斯瑪所推出的 1 6分之1的可動完成品 但是這個主題是比較偏日系 對啊 居然是咒術迴戰耶 因為還記得我們上一次 開箱過阿斯瑪這個系列 我們是開 好像是魔界 比較真人的 真的電影裡面的 這一些可動完成品 當然它那個頭雕很精彩 都是比較顯實一些 可是進入2D的世界 這些頭雕 也是有講究的啦 那我們就 從第一個主角開始啦 主角就是兩 這兩 好 整個外盒 它就是用黑色調的方式呈現 然後比如說主角 前面是它那種動畫圖 後面就會是 它的這個商品的照片 還有各個頭雕 看來它裡面至少會有3個頭雕 喔 有不同的頭雕 沒錯 再來就是它在印刷上面 有做一些這種局部上光 它是一個外面的套卡 那套進去 然後拉開 然後這樣拉開看 其實那單純看起來也不錯 那我們既然有那麼多 我們就這樣一排放著 我們不開了 我還是開給大家看啦 你到底有沒有看過咒術迴戰 我真的看到它心臟被 樹膜挖出來 至少你有看過就對了 它裡面物就像眼前看到這樣 就是一個砲殼 然後是裝本體 然後這很重要 這個我知道 這是樹膜的手 吃下去就會得到 好像巧克力棒 那種有能量 其實拿起來的整個手感 比想像中好耶 整個質料在摸起來的感覺 然後它是這種布料 頭雕做的也挺好的耶 整個頭雕髮型啊 然後身上的這些細節 做得很好耶 好內容物其實 欸 算蠻簡單的 基礎配件都有附到 然後就是一個可動的人形 然後身上是這種 穿制服的這種布料 那手型這比較有特色的地方 除了兩個是握拳 那再來這兩個特色是什麼 這兩個就是它在樹膜 有時候它透過這邊講話啊 因為它被附身 所以它裡面有兩個人格嘛 就是它自己人格跟樹膜人格 這裡有兩個是搭配它的 枕頭的火焰特效 再來就是一個底台支架 然後上面印有咒術迴戰 這個IP的這個標誌 然後前面就是 它每一個角色的名稱 虎藏遊人 這樣子收納其實就還不錯 目前動畫啦 好像出了兩季 而且動畫品質超級高 好像中間還有一個 算是翻外篇的一個電影版 那個是第0片 那就是在講另外一個角 欸 對耶 這次沒有來 你說的那些角色 之後阿斯瑪還是持續會推出 都會出嗎 對 所以今天我們先把 前面這些基礎的角色 先開完一次 那還滿期待的喔 把它特效換上去 好啊 先換成握拳的手好了 然後手也是比較軟膠的 然後就可以放這個吧 靜庭拳喔 哇 它的關節強度其實是不錯 有沒有脊輪 它的胯下這邊是脊輪 膝蓋不是 OK 我們擺出一個 這個 有一個高中生 那再來 除了這個角色以外 我們就持續把剩下的全部打開 你要先看哪一支 你開這一支吧 開這個5條5 5條5就厲害了是不是 5條5就厲害了 哇 你看它這個髮型還不錯吧 就有點那種俄羅斯的那種 雪貌那種 好 OK 好 看著我這裡好像比較簡單 我先 我這裡就是5條5 5條5大家印象就是 戴個這個眼罩 其實大家一直在研究戴眼罩的原因 有人說就是要讓它 封印它的能力要幹嘛 其實大家最後得到的結論 就只是耍帥而已 總之它有一個就是 眼罩拿下來的樣子 頭髮稍微掉下來 然後露出眼神 在有眼罩的部分 阿斯瑪他們這邊開發也是很聰明 持續的方式去換下半段 所以你這個就不是頭雕 這個是嘴雕 我們就示範給大家看 對啊 它直接這樣拆開 然後直接這樣 喔 磁吸換掉 太聰明了吧 這個 蠻好笑的 做得不錯 這種表情很豐富 所以一共有5種表情 其中一種 就是這個 它是好像是Q版造型 就裝傻的時候 對 那我這邊的5條老師啊 它除了就是有眼罩的樣子 剛剛前面你介紹過 它下巴是用磁吸替換嘛 做出不同的表情 那它有一顆頭雕 是眼罩拿掉的樣子 然後還有附一塊 就是它眼罩這塊布 就是有一個手型 是這種勾的手 就是讓你好像 它拿下來的這種樣式 然後可以去擺出 它在劇中 脫掉眼罩 那再來看你這邊 喔你這邊是很豐富耶 我這邊這個是5面素鑼 因為它總共有5個頭雕 素鑼頭雕有夠多種的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它的脖子如此的長 它這個是矽膠的喔 它是軟直的 所以就是在動的時候 就是感覺是仿皮膚的感覺 但我猜這麼長是因為它是不是 因為它也附了一個這樣子的衣服 我猜可能是為了 套上去的比例要好看 所以它這一隻的脖子 做的特別長 我們先把它套上去好了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啊 在看的時候 它這邊有露出一點的 欸是不是裡面有一些小秘密呢 對啊 藏在它底台面 居然還有兩隻手收耶 因為它有一些這種配件 難怪它的脖子要這麼長 它有一個暖脖子的 你看它這隻手就是矽膠手 它是包膠起來的 可動會稍微下降 可是在整個造型的還原度會更好 那目前為止我們開了三隻啊 對就是每一個咒術師 它會做一個大絕招 喔那你這隻是燒 靈域展開 靈域展開的話 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手型 你看像素鑼的就是這樣 劉一千開而已 劉一千開 總之我們現在開到第三隻了 我覺得現在目前為止是 素鑼好像它的配件最豐富啊 它的這個日式服裝 它在這邊也有鐵線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這樣餒 對做成那種高岔起跑感 可以露出它的 小素爐 接下來我們開最後兩個角色 我這邊是浮黑慧 我們這邊是丁齊野薔薇 就是作品裡面少數的女角 還是有別的女角對不對 很少 我記得它好像在動畫裡面 一開始就有出來嘛 它就是負責丁丁子 它一丁在那些胖子 因為它的攻擊可以直擊 那個對手的靈魂 它不是造成肉體的傷害 心靈的傷害 就是它根本就不愛你 我們開起來吧 喔 它這個飛慧裡面的配件又不一樣耶 而且黑狼是用PVC的材質做的耶 欸 什麼狼 人家是玉犬 好不好 日本傳統的守護神 它還是青蛙 它進入青蛙 它變火影忍者 火影忍者不是喔 完成 剛好這五隻 欸 它一隻張開還蠻帥的耶 然後我現在的這個是 威惠 我這一組它裡面的配件 其實它算蠻多的 最明顯就是多一隻的玉犬 還有這個是什麼 蛤蟆 它是蛤蟆 它就是一隻蛤蟆 它的舌頭可以伸縮自如這樣子 它可以召喚出十種似繩 那就是包含我現在把它擺出這手型 就是 這一個是這一個玉犬 對 就是好像那一隻狗 呃 不對 旺旺 另外啊 在這個底台 它有多出一個這個特效 它的特效就是 要召喚出這一隻蛙的 你看這個旁邊的影子 它這個其實上面有影子 喔 真的 正要出現的時候的 對對對 就是會有這種蛙的造型 那除了這兩個比較特別的物件以外 再來就是它頭雕 我覺得威惠的頭雕啊 它的這個髮型很酷耶 其實整個這種硬度也是夠的 當然它是PVC件 就是有Q度 整個造型這種 爆出來這種感覺 包含你看像它這個 流血的這個臉 它這個臉的面雕 然後也很符合那種 有那種動漫的感覺 有一點戰損 然後 對啊 畫出動漫的感覺 也不會太寫實 不會太寫心的感覺 我覺得這蠻好 然後再來我這裡 這裡上面寫出回限定的版本 然後會有這個白的玉犬 它這隻玉犬啊 雖然看起來好像是靜態的PVC的感覺 可是它其實有一些可動 第一個 尾巴 它是這種球型關節的可動 然後頭部 也是有些微的可動 頭部的可動 然後包含它這個 脖子的這些中毛 它其實是做一個這種軟件 所以這個位置 它其實也是可以稍微的 去調一些角度 不會說是 整隻都是固定的 比較實板 那也不會說整隻都是分件 像它這個 重點關節部位 它就是犧牲掉了 就讓它是這種硬件 所以我覺得這一隻玉犬 雕得真的是不錯 它裡面有講的就是 每個四神最開始 就是有兩條玉犬 本來就有兩隻 黑色跟白色各一隻嘛 但是白色的有被擊破過 然後最後它們可以混合 變成 灰犬 它有十種四神 所以它就是鼠牛虎 兔龍蛇馬羊 它就可以 十二四神 那多兩個啊 沒有吧 OK 叫老鼠 好 我們講丁琪好了 好 再來換這個 來丁琪也強會 我的裡面唯一的妹子 對 唯一的妹子來了 所以大家第一個重點就是看什麼 Q的 真的是Q的 有Q 有Q 這個彈性 OK 就是可以 軟硬適中 也不用擔心它太軟矽膠會 化掉或是會生油 脆掉之類的 應該不會 那下一個就是大家要關心的是它的這個 欸 欸 有 有 不錯 那再來下一個關心的是頭雕 因為動漫的角色啊 大家知道它是畫在平面上面 對 所以有很多例如說眼睛跟嘴巴 其實我們在看它都是一條線 那如果立體化的話 很多廠它們其實做的 都用水貼做上去而已 但是這一家阿斯馬 它們的眼睛都可以看得出來 都是立體 真的有刻進去的 然後嘴巴的嘴型 你看你從側面看比較明顯 它不是一條線 它還是有上唇下唇 會不會是因為這部動畫 它有這種 沒有沒有沒有 跟原始設計沒有關係 這個是它們還原的方式 我覺得這是新時代的潮流 大概十幾二十年前的PVC美少女 就是一個尖尖的筆字 其實它都是用畫的 但現代越來越多這種 有點介於寫實跟動漫中間的一個 混合的一個風格 我覺得這一次它們就做的超好的 像我是剛剛有講到 臉不是只有一種顏色 它還有上一些這種粉紅色血色 就是在邊緣 有些這種膚色把它攬上去 它的手也是欸 而且它這個細節啊 那個霧化的效果 對啊對啊對啊 那個槍可能要很小很小很小的 對 它每一隻手型啊 因為我們這樣一字排開 就可以看到 每一個角色的膚色 都有做一些落差 不太一樣喔 比如樹挪的膚色 比較 兩個的會比較接近 嗯 然後五條霧跟 灰灰的膚色又比較 冷色比較白一點點 丁琪 它的膚色又不一樣 比較紅喔 比較潤潤一點 而且你看它的拳頭的 這個骨頭的這個地方 尖端 都是有一點粉紅色的效果 做的配件 其實那些細節做的非常豐富 對啊 比如說像丁琪 它是那個草人 而且它有其中一個手型 是拿著它的釘子的 然後像我觀察到這個 樹挪啊 樹挪它的這個 腳是穿這種草鞋 然後它的腳板這個地方 它其實有顆立體的 這種紋路 那不是印刷的 那是立體的紋理 所以看起來那個層次 那個細節非常豐富 欸它還做了一點 襪子的 就是腳趾頭的這種氣敷 勒痕 然後它這每一位角色 腳穿著這一些鞋子 都是不同的造型 然後再來就是它有 出現不同的光澤度 比如說 五條老師的 它就是看起來是皮鞋子 嗯嗯嗯 所以 這些細節 我覺得 真的 對阿斯瑪 要給它一個 RESPECT 我覺得這些東西 做起來真的是有非常用心 我印象中 之前有開箱過 魔戒 那個更捏 噢更捏人一點 可能有些血管 甚至是皮紋都會出來了 血管皮紋都是 阿斯瑪他們家的強項 嗯 所以如果大家有喜歡這一套 或是有在追 做出迴戰的話 一定不要錯過這一套 值得大家收藏 然後上網去找一下 就是阿斯瑪這個品牌 然後就可以找到他們 官方的這個連結的位置 然後我記得印象中 一組差不多在四五千塊左右 其中我們今天收到這個樹膜 它算是譜版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 算特別版 它就是更豪華 價錢稍微高一點 可是它有多一個的底座 那我們看完這五支 大家一定會想說 是不是還有其他角色 阿斯瑪會不會推出 對啊 接下來他們還會推出 就是大家最喜歡的篇章 懷育育哲篇 它這個篇章就是在 那個林裡面嗎 沒有沒有 那是另外一篇 林講的是遺古優太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我們現在講懷育哲篇 指的是 五條老師的學生時代 所以到時候會有五條屋 還有夏尤傑 就是他的好兄弟 對 然後還有福黑他爸 大家敬期待 持續關注阿斯瑪這個品牌 後面有機會 我們再開箱 阿斯瑪可能推出的 其他的作品 我記得還有很多 很有趣的這種可動人型 或許有機會再開箱給大家看 那喜歡朋友們的點讚 那喬老二的玩具分享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好 那你看 這個到最後 活下來的有哪些 他一定會活下來阿 我跟你講 他是魔王 我有一次去香港 然後他就是咒術迴戰的戰 然後他上面就放這 就是這四個 那個海報 對 故事演到那邊的時候 唯一還活著只剩他 其他全部是死亡 因為他會變成他不是嗎 沒有沒有 就是他就是正常活著 是他會變成 他原本佔據他 所以後來變成他 喔 有這樣的事 他已經變成覆蓋掉了 所以他外型已經完全是 宿諾本人 那宿諾本人是長這樣 就有一半的一個面具 然後四隻手 像怪獵那樣子 然後整個都變了 然後他很早就死了 所以很奇怪 這部片真的很奇怪 隨便讓就北門